9月16号,湖南农业大学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在长沙举行 杂交水稻支付袁隆平出席,并寄予部落农大校园的青年们 希望与之共勉,共同实现追求水稻高产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袁隆平说,站在人生新起点的农大学子是一群有朝气、有热情的年轻人 也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 但是停留于做梦是不够的 要树立理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 开学典礼上,袁隆平还向同学们分享了自己成功的秘诀 并总结为知识、汗水、灵感、机遇八个字 他说,首先,知识就是力量,是创新的基础 同学们不但要打好基础,还要开阔视野,掌握最新发展动态 其次,汗水指的是要能吃苦 任何一个科研成果都来自于深入细致的实干和苦干 第三,要有灵感 灵感实际上就是思想和火花 那就是知识、经验、赤所和水族、生活在一起的深化的繁荣 同学们要有心随时注意,比如说思想和火花 就是知识,这个流经理念,就是知识宠爱有心的 因缘所谓学习的思维 他问题,透过偶然心理表面现象 找出品尝在其背后的敌散性 我对于坚持住到这几点,才能突破障碍、实现的梦想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除非,请朋友们下期订阅、请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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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达介绍ー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达介组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